我想因为这个题目它是个范例题 以后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是我在这个学期 我想我们就用这个当成我们的那个上课的参考用书 那那这个这本书当然你要不要去购买 你可以自己视情况而定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呢主要是它的范例是非常的完整 总共有468个范例 当然呢你要提升 也许你入门班同学 或者是说之前没有上过入门班的同学 你想要让自己的那个函数的这个实力加深的话 我想反正每天你就给他做个几题 做个几题 久了之后我想 以sale里面的所有函数应该也大概都会用了 我想目前我看到应该是讲到函数最完整的一本书 所以它的销量相对的也不差 因为我刚刚刚好看到它排行榜里面 好像前三名都有这本书 所以这本书倒是还不错 那只是说它比较可惜一点就是说 它有讲到函数但是没有讲到VBA 也没有讲到VBA其他跟大数据相关的应用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可以拿这个我们之前讲的部分 我们可以来做自己补充 我们来补充这个部分 那里面的话呢当然总共就有九类 我刚刚讲的那当然就是一些基本的最常被用到的 所以这个一些相关的说明 自己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总共会有九类 那我习惯会先从文字函数开始 然后因为这个文字函数理论上会比数学或者统计会简单一些些 然后所以今天的话先把文字函数先打开来 那里面的话呢你可以再把它往下找 文字函数里面 因为它这个题目里面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上面也都有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说 以后你如果看到全形的字符 全形跟半形应该各位应该可以分辨吧 比如说你打开我们的范例档 打开之后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是原来的原始的 这个是转换之后的 转换之后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把原来的大 这个是全形的 把它快速的转成半形的 当然你们等一下可以练习 直接把这边给删掉 因为这个是给各位看到的示意图 里面你会发现它只是一个结果 那这个是全形的 全形的输入方式 我想各位应该都知道吧 从你的那个输入法里面 比如说我是用注音好了 我把它把它那个设定一下 因为我的设定我的输入法是 是那个以天 我把它稍微输入一些 把它改一下 OK 然后呢 这个我移一下 OK 好 然后 把它还原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到底是全形半形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 你的那个键盘上面的那个什么 这个 语言列 跑掉 就是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全形半形的这个小图示 你可以从这个小图示上面去决定 它的全形半形 或者可以从Shift Shift加上那个 Shift加上Space Shift按住再按Space 空白键 它就会切成全形的 那有的同学 我不知道 有些同学可能 他也没有特别去注意 结果你一输入ECL 比如说你打一个ECL EXCEL 然后按Enter 那其实很多你的那个使用者 他就是 他没有说刻意 但是他不知道 他已经是全形了 所以输入一些很多的全形资料 但是特别注意 在那个ECL 或者在电脑里面 你的全形跟半形 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我查 我用Find函数 或用Search函数 或用Repres函数 奇怪了 就是怎么样 就是找不到那个 我要找的资料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输入的时候 就是输入成全形 那怎么办呢 当然你必须要把它全部 转成半形 基本上 比较建议是用半形 而不要用全形 因为到全形的机会 实在太少了 那当然早期 有很多时候 从那个DOS环境 或者从其他地方 转过来的资料 难保会有这种错误发生 那怎么办呢 如果说你今天 要很快速的把 这个问题解决的话 记得啦 以后看一下 这个输入的时候 如果它已经是全形 记得把它点回来 因为有些人 不小心按下 SHIFT加上空白 然后你就开始输入 你又要切回来的话 SHIFT加上空白 你就把它切回来 好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呢 要把这个地方 这个问题解决的话 当然了 要用哪个函数呢 其实如果你是